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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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登記YouTube 再開始看影片 以及記得訂閱 新成財經台YouTube Channel 其實ESG 下角有什麼範疇 ESG就是環境 即是所有的氣候變化 無論是天氣 或者什麼環境上 一些資源上的運用 廢物利用、污染 還是森林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涵蓋 另外就去到社會層面 社會層面基本上 涵蓋的所有關於 整個社會有好、自身的東西都好 都是關於社會的 例如人權 人權 一些現代的勞工 小朋友的勞工 甚至你的工作環境 即你的工作環境 員工福利是怎樣 這些就是社會會做的事情 怎樣去幫助社會有沒有貢獻 第三部分 整個公司的管理層會不會有一些 貪污的情況 管理層的人工的比重 那個幅度 會不會是他們很不合理地高 然後其他的員工就很低 還有管理層究竟 男女比例有多少 學歷背景 其實怎樣都有分別的 那為什麼ESG跟我們投資有關係 一間公司如果它的管治 或者管理層不好的 那這間公司你覺得 有沒有機會可以賺到錢 當然沒有 但有時候 如果可能它做的決定 例如你這樣說 很不人性化的 它可能賺到錢的 就是因為你覺得 這間公司這麼不人性化 這麼沒有人情味 引申出的問題就是 員工不喜歡這間公司 那樓失量很高 那當你員工樓失量高的時候 其實都影響到公司的營運成本 這個就是公司自己的層面 那對於外界的人 譬如我是投資者 或者我是市民 我明知道你這間公司 你去屠宰豬肉 是一些很殘害的方法 那我當然是霸食你這間公司 從而都會影響到公司的盈利 ESG做得不好的時候 就是有機會影響到公司的reputation 多了一個影響到公司營運的風險 然後跟我們一起由大家分享一下 開放的文章 然後把我收入了 還有一個更多東西 然後這個夢的 我還沒看過 有一個一個關係來呢 來我們一起看 和你看到公司營運成本 我們一起看 希望座標的 我們一起看 我們一起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